有口臭的人近距离与人说话,可能让对方顿时想退避三射,保持安全距离,容易影响人际互动,若找不到口臭的原因恐怕会很懊恼。 牙科医师指出,口臭,口气不好,有八至九成以上的源头在口腔和鼻腔,大致可从发生原因分成四类。 建议有口臭的人若找不到原因,可先看牙科,请医师判断。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养民院区口腔医学科主治医师严瑞颖表示,造成口腔发出异味的疾病,以瞿齿、蛀牙和牙周病为大宗,只要接受治疗就有机会减少口中异味。 口腔是病菌温床八到九成口臭源头在口。 颜瑞盈说,取齿的窝洞,牙缝没清前进,带不适合的假牙,都容易造成食物残渣堆积在口腔内。 食物残渣精细菌分界后就会产生异味。 牙周病则是因牙龈发炎,肿胀、流血、牙缝变大,牙龈退缩。 牙结石堆积后成为病菌繁殖的温床。 口腔内的致病菌会分泌毒素,因起牙龈发炎,也会产生不佳的气味。 还会进一步破坏骨头,更严重会导致牙齿脱落。 若口臭来源来自鼻腔,较常见的是扁桃腺结石的患者。 颜瑞盈指出,这样的患者的口腔异味通常很冲。 时有时无,有时结石会掉到嘴里,或被吞下肚,这方面的问题就要找耳鼻喉科医师解决。 胃食道逆流导致口臭,饭后刷牙先漱口,避免伤牙制第四种口腔异味则由胃食道逆流所造成。 颜瑞盈说,此类患者在进食后,消化食物的胃液逆流到口腔,且带有酸味和消化过食物的味道。 逆流的胃液酸性极高,长期接触牙齿,使得牙齿的构造会遭腐蚀。 颜瑞盈提醒,这样的患者需要注意的是,饭后或胃液逆流一出后,不适合马上刷牙。 因为接触过胃液的牙齿质地特别脆弱,建议先用清水或小苏打水漱口,等口中的酸性中和后再刷牙,才能避免牙齿在刷牙的过程中受损。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提醒民众,预防是最好的治疗方式,建议民众每年至少检查一次牙齿。 65岁以上或有糖尿病,高血压、高血脂、洗肾,使用抗骨质疏松药物。 有恶性肿瘤的患者,可以每三个月接受一次超音波洗牙和图服。